哈喽大家好 我是经常和你见面的小苏 今天我要去拜访的这位朋友呢 他说 我爸妈就跟我说 这个不好找工作 然后就是他们给我填的志愿 而他的大学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非常努力 但是学得好痛苦 我们专业有很多访大师 他有落差卡 算法 哎呀 算法太难了 算法太难 那如今他也毕业快十年了 我想来看一下他现在怎么样了 是否后悔当初的专业选择呢 现在我已经到了他上班的地方了 一起进去吧 李大锤同学 曾因为选错了专业 有过很长时间的困顿和迷茫 他用十年的时间 从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 变为如今的自媒体博主 好像走上了一条 和所学专业不那么相关的路 所以大锤 为什么你当时的专业 是你爸妈选的 你没有考虑自己 为自己考虑过一下吗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化学跟生物都学得特别好 我想学化学生物 但是我爸妈就跟我说 这个东西不好找工作 对 然后就是他们给我填的志愿 我第一个志愿也不是这个 第一志愿是电机工程自动化 这是我当时的那个 我爸妈给我选的专业就是自动化 但是我反抗了他们的意愿 他们说这个理工科好找工作 对对对 我说我对这个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去看的那个书 我觉得哇 我不想以后大学四年 看书了 我特地找了那个大学的书看 我说我大学四年 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 多过我就选的新闻 跨展到文科了 哎你这个很好 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好 哎我要提前课 所以 看这一下 现在的同学 你们要是选专业的话 还是非常接近去看大学的书 看是不是你觉得感兴趣的 不然可能像大船一样 选错了一个程度 对对对 刚开始学的那些东西 还跟高中还稍微的连接 那时候就是感觉还能跟上 但是突然有一个题 我不会了 就我感觉能能感觉出来 我好像做不出来一个题之后 完了后面就全都很难跟了 就越学越难越学越难 然后发现好像不太好 那你有未知就是想要努力功课过吗 还是真的努力也没有用 真的很努力啊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 但是学的好痛苦 我们有许专业有很多套大师 他们属于那种 平时也跟你一起打游戏 然后有时候也不上课 跟你一起玩 考试之前突击一下 人家就能考一遍 太有落差感了 因为高中的时候 还在学校里面还算比较 就拔尖了嘛 前三名对 我总觉得就是 这有什么难的 我能学会 但上大学以后不是这种感觉了 能不能回忆一下 就是你学的最痛苦的时刻 是怎么样 算法 哎呀 算法太难了 算法太难了 我们当时教我们算法的那个老师 他有一点点带口音 刚开始还跟得上 后来第一是他说话 有时候听不懂 再一个是那算法又很难 连在一起 我上课的时候就一直在走 哇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又不明白 然后算法真的学得特别痛苦 那你当时有想过就是转专业吗 转一个适合自己喜欢的 那个时候 我都不知道转去哪 从大一开始到大三 我都非常迷茫 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怎么好多人选专业都是这样 就是可能父母安排的 或者觉得这个专业是个热门专业就去了 但其实自己真正喜欢什么 并不知道 我想问一下 现在上大学的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状态 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很迷茫 可能很多时候学校的这种教育可能是缺失的 并没有让你很好的可以去发挥你的特长 而是就是把你限定在了一些所谓的 赚得多的专业 能找到好工作的专业 热门的专业里面去 是是 那你是你刚刚说直到大三之前 你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那你大三是怎么突然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2011年的时候买了连上第一台智能手机 我就觉得这东西太神奇了 就是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东西里面 好像有无限的可能 就是你可以装任意一个APP 实现任意一个功能 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下好多好多应用 嗯 在试用这些应用 然后后来我发现 因为很多应用是付费的嘛 然后我就只能下试用版 试用版又不完整 后来我朋友跟我说说 你可以有限免的时候这些软件 然后我就在限免的时候下一个软件 然后在微博上推荐了一个软件 然后就有同学说 下次再有这种软件你还告诉我 然后就开始发微博发微博发微博 然后把这个微博做下来 所以你毕业的时候还有找过工作吗 你父母就同意你直接就开始做做媒体博主 因为在当年2014年那会儿 我觉得这并不算是一个很正经的事件 炒了很长时间 一直在炒从大三开始吧 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有一年春节 我那年春节在做一个春节党的一个抽检 这个大活动 有说就很多很多奖品 然后一直在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一个春节我都摸在自己的屋里面 在搞我妈就突然有一天 怎么说你每天在干什么 然后你春节也不跟我说话 你做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毕丽业你也不能靠这个 靠这个收获 你要去找一份人 然后就炒了 过大过年就炒得死 不可开交 然后从那以后就关系持续的话 一直到有一次 我三个多月完没回家也没改家 很严重了已经 非常非常严重 就因为要做这么一件事搞得这样 其实我比较理解 就上一位的父母可能他们就是想要 他也不是说不让你想要你不好 他其实是想要你好 我现在很理解他们了 就是后来再聊 其实很理解他们当时的想法 他们就我一个儿子 他们当然希望我能过到一个好的生活 而不是说下班妹子 还要一直为我担忧什么的 那你相当于你是从2013年开始做自媒体吗 你做了多久才开始有第一份收入 我的天哪 那我想想1615年16年吧 那你也算是用爱发电了 整整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 对 而且我之前看了一个工作室 其实你开始的工作室特别小 然后最后才搬到这个 就比较大的在郊区的地方 对对对 最开始是个40平的一个小屋 租了一个商量的一个小屋 那不带我参观一下吧 我感觉很好奇 这个数码 我觉得工资是都是怎样的 OK 好 300多吧 3005对 就但是不是很贵 因为在很远我们在南六环 就是北京一个很偏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是为了就降低成本 所以才对对对对 当时如果这个房子再往里面靠进来 我们就承受不了了 就找了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 哇塞 你这里好大 有好多数码产品啊 对对 这种仓库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仓库 然后这边有我们的拍摄的产品 还有我们相机啊什么稳定器啊 就是拍摄道具 你大学刚开始做自拍的时候 会想到自己有一天 会收到这么多厂商的产品呢 嗯 不敢想 你们这儿有好多个拍摄的场景啊 对 我们有三个固定的景 这是一个家居景 就比如说拍什么电视 空气进化器什么的 可以在这儿拍 这个好科技 这是个拍产品的景 哦 就是因为这个是个升降桌嘛 就很方便 升高度 然后比如摆手机摆在这儿 然后后面就蓄掉了 就很漂亮 这个灯真的很漂亮 这真的会变色 对对对 哇还可以这样子 对对 还可以变色 这个是什么 哈哈 不要给这个 哈哈 放下去 这样可以吧 还有道具 有很多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 我刚刚看那边还有一只大鹅 对对对 你这窗帘真的好黑 大家看 对 一般人家里不会用黑色窗帘 对 我们是周光用的 就是你把它拉上以后 就是一个纯黑的 会拿 就是完全黑掉 就不要自然光了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打光了 这样也不会影响 就白天晚上黄昏什么的 这层高这么高 这窗里得花了不少钱吗 这个有一点贵 哈哈 我们有两个组在这里 哎 拍着剪辑 这个是谁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这个傻子不会指的是 哈哈哈哈 不是有啊 哈哈哈哈 不是你弄的是吧 这是我宫位 我站着两个人的地方 还挺整齐的 这边比较大 所以你都是跟你的那个 员工们直接坐一起吗 对对 这不交流方便吗 扭头就可以说你这不行改 这是你的糖是吗 这个是 哎呀 这个是 这样扭头跟他们说不行改 给你个糖改 嗯 是这样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 好多人就会跟我说 不要把这个兴趣爱好 作为职业 现在你怎么看这句话呢 这是个诅咒 哈哈哈哈 这真的是个诅咒 我觉得这个事的 总归还是有理有弊的吧 就是你把兴趣当成一个职业之后 你一定会比别人会 走的会更难一点 我自己觉得 因为你的动力会更强一些嘛 因为这是你的兴趣 但是问题就在于 我只有这一个兴趣爱 有什么道理 再有可能就是看电影了 就没有 没有其他的兴趣爱 然后你忙的没时间看电影是不是 对 然后 会感觉没处可躲 对 对 你从早上开始就做一件事情 然后做到晚上 下了班 干什么的 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经常会有那种 突然有半天闲下来了 然后这半天不知道干什么的 这种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你只有一个兴趣爱好 那你的人生说明 你对这件事情真的很热爱 你必须得做它 你不做它 你还能做什么呢 如果你有很多个兴趣爱好 那更好了 你做它 你还可以通过其他兴趣爱好 来释放你自己 那你其实学软件的 我觉得 也不算完全选错吧 当时的专业知识 会不会还有一些帮助 对 放到现在我再去理解一些 就是厂商的它的产品 它这个功能到底是怎么做的 怎么实现的 我在试这个功能的时候 会更快速的理解它们的原理 所以在给大家讲的时候 可能会怎么说呢 一个学会更快 大家可能讲得更清楚一点 我自己老觉得 我在做一个翻译的工作 就是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 这个功能是什么东西 我把它翻译成一个 大家听得懂的语言 来告诉大家 学软件工程这个事情 帮助我理解这个事情 对 所以也算是没白学吧 算是没白学 我一直觉得就是 没有白走的路嘛 你做了一段事情 这些经历一定会在后面 对你会有所帮助的 我就是感觉 其实每一段经历 可能都有它的意义 就可能你身处其中 说你觉得你真的好痛苦 我也有很痛苦的时候 因为我们以前学习的 目光是走神仓这块 我们还有很多理论的课程 但是我这个人吧 对理论真的是不太喜欢 那我当时写那些论文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整整 一个月的时间 从早到晚就破坏图书馆 我真的很努力了呀 我觉得我已经够努力了吧 从早到晚什么也不做 早出晚归 早上8点钟出门 晚上11点回去的时候 但是我就是研究过出来 我发现我没有这个天分 但至少从这个过程中 我意识到了 我不适合做研究 所以我觉得没有弯录 那算起来你做自媒体 感觉快有10年的时间了 你有遇到过什么重大的挫折 因为我觉得说实话 能做10年的人非常非常少 10年 我没有想到做10年 好恐怖啊 这个事好多了去了 17年还是18年 可能是因为一个分数人多了吧 就网上总是有好的生意 不好的生意买 有觉得你还不错了 有看不惯你的 然后又骂你的 那个时候就是 刚开始觉得 为什么要骂我 因为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 那段时间经常我发现自己 一发呆就 10分钟20分过去了 然后我不知道这段时间 我干了什么 就是 你已经精神有点恍惚了 对 就好像 这个时间就突然就过去了 其实很难受 确实很难受 你每一个人你在网上 只要你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分享了自己的生活 就一定会有不同的生意 就是只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好了 他们也不能说 都是说是坏人 只是说他们跟你是意见相反的人 你要允许别人有表达的权利 但是可能他的言语会冒犯到你 那如果是真诚的 我们可以理性讨论 如果是那种恶意的 你就忽略就好了 毕竟你不在意他就伤害不到你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有观察到你做的平台特别多 但好像就每一个平台都是 不是说特别头目 都是属于饭饭的这种 对 腰部 脚部 就是因为你也做了很多年了 你对自己现在就是满意吗 你有什么样的目标呢 我之前一直想做就好了 后来我发现厉害的人太多了 每个行业都是 头部都是手 能做顶尖的人都是 不只是努力能达到 后来这件事情 我就对自己和解了 一旦认识到 它不是你努不努力的问题 而是天分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算了 能做到这个地步你就满意了 也有人看也有人喜欢 然后也能持续发展 就这样吧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大多数人 工作的状态 对 因为一个行业 你能做到顶尖 做到头部的人 可能就那么外分之一 对凤毛领奖 更多的可能就是 像这样的这种中腰部的这种情况 我们的大部分平台都是中部腰部 脚部 如果现在让我再选一次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这么选 因为当时我在选这个职业的时候 其实有纠结过 然后我当时就想 如果我没有选择这件事情 而是去找了个安门的工作 我一定会后悔 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我一定会后悔 其实在你做出选择那一刻 如果你选的那个 你已经后悔了 你只是开始有一丝的后悔 你只不过随着时间的增大 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会一直后悔 后悔会放大 对对对对 所以为了能不后悔 可能还是要这么选